作曲 李建勇 你 我像风几幽园 现在笑容也更远 五是欢喜多富颜 你跪的我走向你 美香最快的所有父親、好朋友、早安、快樂 今天是禮拜日 那兩天剛才有風、有冬蕃 今天今天今天太美了 可以說是很亮很亮的太陽 我們今天拜六有講修、講修課 星期有讲修,天气很清和 欢迎我们的父亲、孙女、孙女 要讲修、欢迎、参与 我们要礼拜三点到五点 有老师来教这个三合 就是我们的经 三合的经 就是我们道教的 道教 我们多少也没教 多少也没教 有老师来教教 刚才是礼拜天 礼拜天 刚才阿波时的两点到五点 三点钟 我们的王老师来教教 我们对这个 上经有幸福的 我们都免费 来教授 来给大家教 大家都很高手经 七十五 听我来教 我们的心神 佛菩萨 上经 来参 来 今天你们的头带 胜瓜 我们来安排 这道母粮 天气 美败 清凉清凉 还有日头 吃美 大家出门 开车 大家可以 身体健康 合家平安 那么 我们爱 来 来 来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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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好的 福保存在 心魂七彩 心魯伏盡 莫苗愛人 念臉為悔 寬主為 留人相待 莫苞愛人 主比輝反 莫芒彩 煩難歹 穿真好的 福保存在 上昏七彩 心无掛戒 无尽爱人 恋人为我 万主 我们现在说 收听这双 叫做母粮 也这双真好听 听了会有感动 听了会有感动 我们说到这个 道家 说到输胜 输胜一定有精髓 所以道家推崇自然 那自由的思想 是要求一切 尊重这个道 所以说 位相关的原则 道尊重 就是尊重自然 尊重人本 不要随意刻意的去干涉 个人生命和生活的规律 所以我们应该尊重 尊重什么 尊重天道 尊重人道 实现 人道合一 人和主人合一 这是很好的观念 所以这道家的思想 道家的思想观 他让我们的 就是一个很正确的 这一个很正确的答案 我们正确的答案是在 冥冥之中 在生活当中 每一个 顺义 我们对着这个 高兴 大家都希望要这样 希望要更好 既然希望要更好 我们就要辩证 用这个辩证法 所以我们说 无论是神论的倾向 无神论的倾向 跟神论的倾向 还是同时主张清静无为 反对斗争 现在我们说 群 群之子家 白家 就是说 我们这些白家中 就是在说道家 思想对宇宙社会 以致 我们每一个人生 都有一个独特的建议 对这个文化 所三生的 很勤奋的影响 如家也是这样 后来这个佛家 修正 就构成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所以说道家的理论 奠定了老子 老子来中 有很多 我们所有的 思想家 都有很好的精髓 这个精髓 是要做什么 当然也是要让我们 可以合一了解 人的主张是什么 所以思想跟主张 道家主张顺其 认为要用到法律的时候 那么法和法律 有什么不同 那个法律好比物理 而法跟律 则是人为 法律 就是认为 什么叫做认为 法律是我们人 有这个法律 一定的一定的 一定的主张 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现在 法律里面 大道已经把他 这个法律 把他 战战的 废弃 因为社会上 没有道德 人律 说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什么道德 人律 因此 他没有 主张 说要用法 你如果用法去 对人 法家 做主张 要用法律 去 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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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认为人类 本性 元类 人人 怎么承 承不承 承不承 我们要用 划约 和 用过程的法条 用过程的法条 去承 这个天下 这就是 他用这样 去承 这个天下 就是用划约 用划约 这就叫做法律 用法律 去承 人 我们现在 没有用 对人 没有用对人 去承 所以说 顺其就是认为要用到法律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不用法律 可能人也会爱他不乖 所以就要用法律 不是用乖的 不然就是用法的 不然就是用创杀的 我们现在创杀的已经拿掉了 所以说人如果再去承词 做些人说用法律去承词 他的本性越来会越完累 为什么 越来越差 外越久的出来也是同样 他有法改变的 就是他的心和念头 有因为 思想有改变 你思想如果有改变 那个念头才有改变 这思想如果有改变 念头才有改变 你念头没有改变 你要怎么知道 这个人有改变 你拐多久到底有改变 还是不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在说 人应当要了解 人的一生不过是电光一散 我们人如果不像要甲杀 你要用法律去扣 他就会拐吗 也不一定会拐 他找到你狗 抓到你的 如果找到过滑 所以以前的人 对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是用最愚昧的 最愚愿的方式 最愚辅的方式 这样 这样就想 我们说代法当流 可以说 我们现在的主人万物当中 要求得生命的安顿 跟心灵的超脱 应该要怎么办 应该保持我们自己的主人本性 人的行为 应该是符合主人 我们人是怎么就要用法律来制裁 只要我们人家做到 人家做到 我们就要用法律来制裁 不必用法律来制裁 我们是怎么说要用法律来制裁 就是人没想到好 我们才就要用法律去制裁 所以老子认为说 这个宇宙万物的本源 是参生世界万物的最后的金元 就是大道浩瀚广大 包容什么 贯通宇宙万物 老子说的是天地金 是万物之中 天下廟 是土 繁卉生长 培育和促养万物 发挥生长万物 人家说 脱雷也同样 万物就是脱雷 所有的宇宙力度都同样 但是我们要导引万物 而不主宰于潜在作用 你没这样想法 所以 我们在说 为什么老子一直在提倡 道法自然 是土地 里面才就说了一支金 他说人家要有土地 要有土地 但是我们说 一定要有道德 后来再加一个生日 就是土地经 土地经 耶稣上金本 贯学上的土 是天地万物 人家说是万事的老母 我们说阴阳相对 依通印 是我们万物的本质 成现了 伦理 伦理上面的 既然是万物的本质 呈现在伦理上 那老子主张 无为 淳朴 清静 圈让 鬼 柔 羞弱 等等 他的循环自然的德性 所以政治呢 我们现在说 主张 无为 日地 不生死 丢民 但是 无法 不生死 丢民 所以说 我们现在 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说 这个问题 都不是 我们自己 就有法 好 去解决 无法 去解决 那你能怎样 既然没办法 怎样 就是 像以前 庄子 他在讲什么 庄子在思想 包含着 他说 春朴 专政 发 有很多的因素 所以人为 一切思物 都在变化 但是 主张无为 但是 放弃一切 斗争 他也是人为 思和物 有相对的 对求 一切所有的物 都是主观 情形 你自己 想要什么 你就想要去唱 你就想要去唱 这就是 你的主观精神的境界 已经是反了 就是 你本身 有斗争的心态 所以在认识上 我们 提出就是 认识相对的 有赞助的 有赞助的 要跟我们说的 都是希望的 人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可以建立什么 像我们现在说 我们人在看待 我们人到年老的时候 年老的时候 到年老的时候 就是说道教在讲的是 生死观并非建立在神 跟灵性崇拜 顶管 而是要人归回到自然的本性 是善 年老呢 险中 你有险才有法险中 这个险中是受于什么 你如果真正有险中 是受于无条 弃法 小众的规律 以肯定 每一个人是很尊严 改善 临终者的生命品质 达到灵性与安详 人们有得 好好地来 肉体时间到了 我们也是道教中 众生但不贪生 长生但不饿死 要饱身 要全 就是要可以 保存我们自己 你自己要可以 尽年 养亲 回归生命 主体的生命 这也是你要去保持 保持你自己 生久来我合 他就叫做转 随遇而安 叫做灵性的境界 你如果随遇而安 就是心灵的境界 也是灵性的境界 也是灵性的境界 我们一般 一定要活到几岁吗 我们就有这种想法 我们一定要活到几岁吗 人们是活到如何 活到你真的感觉 这个人生有价值 我们没有受到国家制裁 法律制裁 没有因为 我们做的 很多因果 还是不对 我们活到几岁 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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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在读 读老庄思想 读老子 他写的是什么 那老子的是在道家里面提倡的是什么 我们也是希望的 希望就是要看 看了后我们真的有了解 真的有了解 有了解你不才有三生 所以我们说 不管说道教三生了 什么样的 论会观还是观念 或者说到派黑 这都是在我们的文昌帝金的音质文里面 文昌帝君 他也是通过夫轮 刚述 所以说在这个 经条时代 宋条时代 就有了 就有这么多 古早人所流来 所以人们说 根迹 能量所衡 的这个定理 说人在这个物质 在这个 我们说 微生物 分变到现在的自然界 我们现在是知道 我们人的大闹 跟灵魂 灵魂是这一年船的 量子信息 人一旦死亡了 那肉身会渐渐的腐败 但脑电波 却持续游离 空气当中 所以有灵魂吗 灵魂是一年船的量子信息 所以说会让我们免忙 还是说人肉体死亡 两三年的时候 那好像他都没有离开 一直都在家 为什么 因为他流乱这个三宝世界 他流乱到什么 他不感到什么 因为有感情 我们人都是因为感情 所以没得到尸开 会流乱 这间房子 多长这么久了 他的流乱 他的女孩是谁 会流乱 他的中背 所以说 灵魂界 是物质 它是不会消失的 所以我们现在 说到 我们人 为什么有灵魂 为什么要拜公 为什么要拜 这些孩子 小孩 破坏不去 还是翁身去的 这些灵魂 为什么他会 一连串的量子信息 一直传达好 他的亲郎 他过得不开 我过得不好 这叫做灵魂的量子信息 还是会有 要是有 要是有 所以说 人一旦 马帝下步 他会渐渐地 游离于空 空中 转化为记忆电波 飘到大气层外 然后去连接 我们自己的亲郎 连接我们自己的亲郎 那时 你就会 有时候会 看 有的人看得到 有人感受得到 也有的灵魂 很清 他们 这个 肉体 没去 他们有来到 这个 人感 还来 祷祷 祷祷 什么 祷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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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我们 现在 在说 这个 人感 人感 总要 跟 这个 老婆 跟祖先 做公帝 在我们现在 这个地道 我们经常说 按这个 梦魂 导生的方法 天道 地道 人道 佛道 所以我们 这些 行环 在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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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环的过程 跟 这个 这个 灵魂的量子 有很大的关系 真的说 灵魂的量子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 人 就是 不是 肉体 尸部 他的灵 就没去 也不是 肉体 尸部 他就没灵 如果说 肉体 尸部 都没灵 那么 我们 也不用拜 都没灵 你拜 要做什么 那是一个 纪念价值 那个纪念价值 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 祖先 那个祖先 就是什么 他有 一地会 一直流传 一直团 一直团 有这个 阿公 这地会 他就 团老伯 老伯 又在生的 孩子就一直团 一直团 所以就团 十几代 团二十几代 他这种 灵 他会 灵魂 会这样 化为乌有吗 不会 他的生 会生 会生 就是说 他 他要对神 收 他也是会收 他也会听经 他用灵 用三分 里面 其中 角灵 他就是在收 他在收 对神 对我们 对我们 有在收 他也是会对我们 收 对我们 他就有什么 他就有 会提醒 他的提醒 他的功告 提醒 他的功底令 他就不用再 再一次的轮回 所以有人说 我们三分七票 三分七票 他并不是没有存在的 他是存在的 但是 是怎么说 这些所有的车 他会去跟我们说到这个 说到我们的灵魂的量子 他在宇宙当中 是有的 不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尊敬祖先 要把祖先做功底 把他提醒 让他越生越好 他的功底令就越大 如果你在做 我们的孩子 也会在这条地盈 这是乡 互乡 互乡 所以说 他以前把我们伺大 我们现在赢 他 肉体已经走了 赢 我们要把他的灵魂保祖 要把他的灵魂做功底 这样 他的生才会比较快 他生才会比较快 这是 我们 讲给大家听 最主要是 圣选真理 就是要跟我们说 灵魂 我们也是 阿爸 我们也会做阿公 我们也会做人的阿嬷 我们也会老 到我 也会老 在公嬷里面 都一样的 那是 扎到万一而已 但是这 让我们了解 让我们的孩子了解 让我们 他会一样的了解 我们现在 了解 要怎么做功告 让我们自己 要怎么做功告 让我们自己 不需要 引过所讨 这就是 要说 让大家知道 知道 我们不只会 我们说 我们要怎么做 做好 料理 我们自己 料理 我们自己 以后 这个三分 不只 让一个 所在的 教徒 就是 在道教里面 讲的 这一段 大家可以 听听 看 这个是有道理的 不是 秦才 公共 这是 在我们 道教里面 其中 还有另外一部分 我们现在在说 这个道 跟我们所有的 伦理 最主要是人 有来世间出事 是怎么有 神 神是人 肉体下 不过后 人家说 鬼神 鬼神 是怎么说鬼神 是怎么说神 神 神做鬼 像我们关神 帝国也同样 他刚才叫他 瘋子 也当于死 死也当于生 做鬼 结果因为 他是中甘义丹 他本身是 有法度好 尤其参天 他才能成就 做神 我们就叫鬼神 鬼神 有鬼就有神 所以我们不在说神鬼 我们都在说鬼神 是怎么 人生成这样 这个三分 有成就 是对死后 开始成就 所以直接告诉我们 多减我梦听 多减我梦了解 祷礼 梦一天下 与我慈悔 准准教导 真心忏悔 此行音归 自由进退 无辰无悔 张永生智慧 母娘慈悲 母娘慈悲 抚慰 苍生同悔 君战凌山 修水 为我收缘 定归 母娘慈悲 无法生平 无法生平千岁 汇聚日月光辉 歌颂母娘慈悲 母娘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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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平千岁 海的人 性命运 海的人 母娘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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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平千岁 跟谁她 感谢 母娘慈悲 這台音樂的前半端 會覺得那種屬於國人 但是頭上肚子會覺得怪怪的 後面又很好聽 為什麼會知道 就是要聽 要聽久 不聽久 我們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麼 今天是拜六 晚上6時30分 6時半開始 我們有共修課 歡迎師兄師姐來參與共修 今天是拜六 明天在禮拜兩天 我們二 四 六 日 我們都有開科毛版書 開科毛版書 也歡迎我們的父親來參與 我們買年 我們說一數年就是小龍年 在拜到我們11月 我們就是有紀安禮到 紀安禮到我們每年 每年都10月9月 我們就開始騎到 到每年11月 我們下到 就是一年 叫做年到 我們安須要到也好 安平安到也好 我們都歡迎我們的父親 好 現在來開講 低調的人 你會一次比一次的穩定 為什麼是低調 就是我們本來就很成功 本來就很成功 很低調 像我們的王醫師 王醫師也很低調 因為我們台北身心靈科 很低調 人家 很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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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來的時候 每年都開講 真的有時候 我們的王醫師也是 對我們的 齒天必勝功 很負持 很負持 他是 心靈科的醫師 心靈科的醫師 做人非常好 我們也說 做醫生要像這樣 這麼低調 也很少 所以我們說 低調做人 你會一次比一次的穩定 如果高調 高調做事 你很高調的在做事 你會一次比一次 到底是優秀 還是有時候 你太高調的時候 是你要有真正的本 本事 本事 你的高調 就是你的本事 真的到那裡 就像我們 以前的大企業家 他們可以用高調做事 但是大企業家 有時候 人家也會很低調 低調做事 低調做事 他很穩健 很穩當的在做 所以說 有望得到的 要多努力 無望得到的別介意 別介意 再苦也不要忘堅持 再煩也要忘記 要忘記煩惱 再急也要注意 不要 因為你急也沒用 如果說 我們要怎麼去堅持 更加疼 也要愛我們自己 更加苦也要愛你自己 為什麼 身體是我們累 身體是我們累 你怎麼可以不愛你自己 再怎麼苦 你都不忘堅持 再怎麼累 也要愛自己 成功的時候 不要忘記過去 失敗的時候 不要忘記 還有未來 因為我們要還有時間 要還有未來 就說 頭前面一段 有稍微失敗 後面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要還有未來 人生可以打拼 這條路 命我們自己的路 人生 我們說 人生 要有兩件寶 就是身體好心不老 還有一個人就是什麼 人生要有幾個種朋友 朋友會保養你 會幫你搭三天 就是身為你的貴人 我們人生 不管有多少艱苦 反正捨不得沒關係 但是做什麼事 要失不起 也要覺得要放下 遇到什麼事情 就是要讓它放下 你不讓它放下 你真的結尾求 所以說 再難也要堅持 再好也要淡薄 再差也要自信 更煩慢也要有自信 再加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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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說 再難也要有熱情 人本來就是這樣 有身體 有地色 有夢想 有信念 有自信 有骨氣 我們都可以怎樣 可以在我們的人生觀裡面 加碳很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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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主宰是因為怎樣 因為我們了解 做人 是這樣子 不是人 不是一宿苦嗎 說一世人就是一世苦 但是 不一定 大家都有的人 會這樣 活得很快樂 有的人是這樣 活得很辛苦 也有 但是 會過去的人 有怕過 你就會了解 過一半的 但是 你過一半 然後就贏 你就贏了一半 就是怎樣 因為我身體好 我身體好 我身體好 我又有未來 這個未來 我又有打招 又有五十個時間 你說 要讓你 人生五十多天 其實五十六十 生育的人很多 五十歲 開始 開始發 開始做 開始生育的人 這麼多 以前 人家說生育 就是 辛苦好肝 辛苦 利好頂 這樣 你說 感覺說 有了以前 很辛苦過 以前也經歷過 但是 如何經歷 你也感覺說 我的人生 還是 第一個 我經常說 那句話 健康 健康 健康就是贏 如果沒有健康 你說 我就賺了很多 身體 沒有健康 這樣也是輸 輸到贏 就不是這樣分 最主要就是 孫境 也是要度過 福報 是在什麼時候 會出現 你要珍惜 容易 但是 你如果是 道理平白了 你去實踐了 你的鼻子 就 瘋了 如果 心想 就不去命 也沒有去瘋 那個目的地 你要套過 要什麼 精神 觀渡 才能得到解脫 要怎麼說 內心 裡面 每個人都有 那種狂傲的心態 但是 如果 尋到 鐵鐵棒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討下去 如果 你如果說 常常這樣 沒風 就起瘋了 為了 你的人生 常常 氣氣噗噗 你容易 說話 也容易 傲慢 剛才孫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容易 說話 有年輕的 小孩 我們說年輕 三四十歲 你感覺說 我現在這個時候 回家 回家 房子我也買了 車子我也買了 都要買好 都買 但是你都不知道說這個司機 我們好像普通一樣 有關 有氣有路 有氣有路 但是你每個東西都買了 但是那不是真正 你的錢 我們都可以用什麼 政府貸款 或是說 用什麼方式來貸款 你都用貸款的 你感覺說 你很容易 得到了 這個權勢也有了 現在覺得你是順境 但有一天 會怎麼感覺 是什麼樣的事情 發生 不知道 那順境 都沒有英文 所以順境沒有英文 如意 寬世也沒有英文 所以有時候 我們就說 順境也不能太明白 你容易說話 容易說話 容易說話 這樣會 每個人都把客客下去了 之後 立不去的時候 如果沒有辦法 一環風順 那你還進不去的時候 到後來會怎樣 到後來會 會盪到 歸零 換你那些東西 沒所謂的 這就是要跟我們這些少年人說 不要 不要用這個 順境 你就懶忍一下 我現在很順 我稍微喝一下 看看 看看說未來 還是說我現在已經賺到 買家也很困難 買車也很困難 這樣話 這樣你去買還好 你如果說 每個人都要用 都要用 用貸款的話 總有一天 我們是 立不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你 太快了 生中太快了 你生中了 你生中了 太快了 我們 聽到的都會發出 我們有很多朋友說 我要入住 我要做什麼 大家都知道 但是 你就是不能 有遇到困難的時候 遇到困難的時候 遇到困難的時候 如果說 這孩子 要騎 要 照頭騎 不知道 沒有 後來 你很清楚 我們就是不需要這樣 不需要說 不需要說 我們就要不夠 那個程度 就不可以 做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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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 我們的父母要幫我們 祝福三天 父母如果沒有靈力 幫我們祝福三天 你真的會很麻煩 自己到最後 就覺得這樣 卡住了 心情就會不好使 這是 我們說 師父母 師父母 看你自己 師父母 我們常常說 這跟小孩 拼師父母 這跟小孩拼師父母 這跟我們自己 現在目前這個環境 世界的環境 要拼師父母 對嗎 現在通膨 通膨到這種程度 要風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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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大水就大水 要怎樣就怎樣 你看你現在 你也是 對這個 沒有說 有一個巴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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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如果有些視頻 裡面 說到 什麼人在議員 什麼人在議員 什麼人議員 議員在 2025年 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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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他講下去 你覺得 那一年 每年 2025年 還要怎樣 讓他講下去 都害了 這就變成說 我們要守護 要怎麼守護 因為 整個地球 我們又沒辦法守護 我們一個小小的台灣 要怎麼守護 就只有一個風態 我們就這樣 搓到要害了 什麼人和的事情 剛才的事情 都要付出 也是有 因為這樣 剛才風態 去讓東西 想到也會死 剛才的問題 就整個都亂了 雜亂了 現在 現在 再來 所有的這些 東西 有傷害 做什麼 這些建設 你還要重來 所以我們 真的 每天 就都是 只要新聞在刊 報索在刊 我們就很煩惱 煩惱變 煩惱說 這個不知道要多大 這個風不知道要 這就是 天上的神仙 他也沒辦法幫我們的忙 可以幫忙的就是什麼 就是 大化世 真的 大化世 化得平安 這樣 我們可以怎樣 我們不可以怎樣 所以 天上的神仙 要化身來到人世間 是為了要 為了要幫助眾生 也就是 我們有緣分 有福佈 所以說 老 老 老 我們看到了很多 還沒有老的時候 還不知道 如果說 都已經 七八十歲了 以前的 我們看過了 有的 又是本世代 又有紀憶 像我們這種 年輕人 什麼都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太平 世界 如果像現在四五十歲 這都沒有戰爭 也沒有遇到什麼侵略 沒有遇到什麼 剛才這個時候 來出事的 剛才這個時候 來出事的 孩子 說起來 是最幸福的 是最幸福的 只有四十年以來 只有四十年以來 我們說 一年五一年 一年五一年 有四十年以來 三十幾年以來 都 是艱苦 更不可以吃 更不可以吃 更不可以做工 也更不可以賺錢 但是最沒有也算平安 算平安 在我們現在 七十幾年以來 還算是平安 還算是平安 我們也是 一樣 又繼續 用我們的善心 用我們台灣人的主逼 台灣人 我們說 慈悲洗手的人很多 做好事的人也很多 我們說台灣的孩子 改善良 改善良 善良 自然聽到會好 聽到會做 這也是我們 感恩 還是要感恩 因為感恩 對我們來說 我們人們會感恩 會秀福 我相信 上天還是慈悲 感恩 會願慈悲 誰家糊 那麽灑多難 三秒三不多 去知難 達知佛 按摩 按摩 為主力 存體 所佛合 至少 關我 是不是 過 那麽 你 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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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